今天有很多邀請,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其實創意我覺得是源於生活的 就是見到很多地方去觀察入味 知道有些甚麼可以改善,甚至是destruct了它 我也很慶幸,可以參與到很多不同的角色在過往20多年 見證了一個U-Centerby的時代有很大的轉變 這裏有一點意見,就是由command base 的多時代 全部都是各自 接著我看到有一段影片說,將一部舊的電腦給小朋友 接著它來,是莫名其妙,這是甚麼來的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的電腦已經跟10年前,20年前已經有很多 接著就去到Graphical U-Centerby,象徵就是Windows,Macintosh 接著去到現代的手機年代,就是Natural U-Centerby 你可以用語音,可以用手指,甚至用Stature,各方面都可以的 那你會見到是用家的經驗,用家體驗是越來越著重在用家方面 那初初用電腦的人是professional 那現在人人都用的了 但亦都令到IT行業很大問題 那些人是沒有耐性的 如果你叫他坐定定的10分鐘,聽你的說話已經是很困難的了 如果好像今天這樣,坐定定的那種更加難 那大家可以去了解不同的事情,其實是很高難度的 那這個也可以說是因為用家體驗,令到一間公司成長 那譬如那時候,我記得中學生年代,學倉的輸入法,很艱辛 那都打到一下字的 那但是過了一個暑假就糟了 因為那個暑假沒有打,所以忘記了 那所以呢,就覺得,啊,為什麼會這麼困難呢? 接著也很多人打字,其實是進不了門 或者甚至那時候,其實開始受勢版開始了 但是呢,都令到他們減慢了工作效率 原本呢,用筆和紙可以用一個小時搞定 變成用電腦用了三個小時 電腦不是幫助,而是害了它 那,所以其實應該有些快點的方法 或者是簡便點的方法 那時候就是和一個編劇家 真是獅子山下有份的一個編劇家 叫做梁南仁 那時候的年紀是我的雙倍 那我就剛剛二十年前就是創了我第一間公司 就是在家裡辦公室,他在家裡辦公室 那大家就是用電話 那時候還沒有網絡,1994、1995年 那這間公司也是靠用家的支持 譬如我們很鼓勵的就是 那時候很被鼓勵就是 有些用家買了翻版之後覺得我們好 那支持我們買正版 這個是很難得的 因為當年想買正版軟件 是不知道要買的 是的 我們也收過感謝信 而且不是一封,是十封,二十封,三十封 感謝我們這個軟件 令到它真的用到電腦運作 真的可以打到中文 真的可以令到它工作上方便了 那我覺得設計科技產品最大鼓勵 或者是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看到用家的 appreciation 真的應用到日常的生活裡面 那所以過往其實我都是一路 希望做些事情 是用得到出來,是幫助人 是的,那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用簡的形式 因為以前如果要記 你只要記住 日月金木水火土 在哪個ABCD都可以記住 那最後我們就是用了簡變九格 而且最特別就是我們選三下而已 不用逐一按 那因為原來中文裡面 500個常用字已經是一份報紙 cover了超過50%的 那所以如果你照顧了500個字 其實已經解決了問題一半 你說多容易? 就是中文雖然現在在電腦系統 已經超過10萬個字 但是其實如果你認識2000字左右 已經超過90%的 那這是中文的好處 那接著又搞一些中文教育的東西 其實這個差不多在學生時代 開始教育 由DOS年代搞 Windows年代搞 到最近又是Mobile年代 給一些非華語學生 那就可以學一些fresh card 再進一步就是 去到哪裏拍到哪裏 這碟羊小炒飯拍完 然後配音 自己記住 或者不成為文人 那就是一個channel就是 你用手機 就是learning anywhere anytime 那接著也有小小炒飯 那這個就是next generation 還沒出門的 對 然後協學會其實呢 都可以透過APP 透過server 就是可以令到一些trainer 可以幫助更多的小朋友 專注力不足 AD 那就是在玩遊戲的時候 那些資料都會上到server 而trainer也可以看到的performance 然後可以customize 每個遊戲的進度速度 或者是不同的遊戲 尤其是十個遊戲裡面的 那再加上一些sensor 甚至是在玩遊戲的時候 心跳是否快了 慢了 或者是否緊張了 之類的 那其實現在有很多可行性 是可以出現的 因為科技越來越便宜 現在的一部智能手機幾百元 已經超越三十年前 一部supercomputer的能力 是的 那 所以有很多possibility 這個幾年前 有 譬如用眼球控制Guardian 給一些肢體殘障人士 變成你用Android 接著用Open Source的一個inmail processing library OpenCV 那其實已經可以 令到這些東西是可以實踐出來的 而且那個價錢是比其他用一些電腦 或者專業設備便宜了很多 令到更多人受惠 那 甚至一個iPhone App 那 用一個camera 也可以幫助一些視像人士 將一些文字 將影像變成文字 再變成聲音 這樣就讀出來 那這些很多都是用了Open Source的 譬如OCR的Open Source 是用了500個man year的資料 出來的 現在都是免費的 那所以如果懂技術 是很著述的 因為你可以level到很多existing的東西 接著呢 去應用 那譬如說 是不是盲人這些是沒有market呢 這個例子 譬如這個眼鏡就是以色列公司的東西 它就是說 有一個camera在這裡 你指一篇文章 它就會看你的手指的位置 那麼其實近期 Intel 也投資了1500萬美金 這個公司 而且它剛剛也出了一部眼鏡 就是兩眼一部 那麼 出了一千部 幾天就賣光了 是的 就是其實呢 沒有 就是去到不同的angle 其實你就 都可以有個market的 不單只是幫人 甚至是都可以成為一個business 是的 去佳儀呢 就三年前 我就剛剛看到 阿BOOT4.0剛剛出 那麼它最大好處就是省電 那麼 變成我就覺得 啊 真的可以幫一下盲人 那麼透過香港大學 找了professor一起去申請分定 那麼因為大學申請分定呢 就相對公司機構 或者個人 是容易很多 因為政府始終 是批款給大學是容易的 那麼搞了 那時候iPhone Android 還沒有拿到4.0 所以自己弄了一部電腦 那麼現在是香港大學 Compute Science 第一次嘗試 搞了硬件circuitboard tooling 設計 是的 那也是一個 就是其實 有時候就是 你打算 這個部門 沒有可能會做這件事情 但是 其實你講講講講 其實 就可以傳遞開去改變一些文化 或者其他東西 那麼 也都可以將你的斑魚 再extend出去 是的 那麼現在這個系統 也都裝了在不同的地方 譬如 柔堂村 黃大仙新牆 甚至藝術中心 立法會大樓 那麼 其實就會是 拿著一個APP 已經可以了 最新的情況 不過很可惜 就是 現在這個項目 也都要完結了 因為 分析都完結了 不過我也希望 就在應科院那邊 繼續 carry on 將它變成是 Marketing用也好 或者是 其他應用層面也好 是的 這個就可以繼續了 甚至說做 Location Analyst 例如 去展覽 人流的動向 哪個人 什麼時候 或者是 如果幾個屋 哪些是受歡迎 有些 15分鐘 那些人都走了 有些 就坐滿了 其實也可以做一些分析數據 或者是 如果在建築上面 其實 一些這樣的感應器 我也帶了一個 因為其實 時間 南華4.0 就是說 將以前一部 486的電腦 的Processing Power 就放在一個銀材 那裡 而且用一粒電池 已經可以運作一年 那 而且是雙向溝通 所以很多可能性出現 所以說 Internet of Things 那以前 就是一個 可能就是說 最多裝10粒 不是會不會更新干擾 這些 因為好像Mac Address 就是一個 電腦Network 那個 Address 6個筆 基本上 沒有干擾 所以 就令到很多 新的應用 可以出來了 那 另一方面 就是 去年 又搞了一個 鍵盤 那 輸入法 其實就是 有一些潛意結 中文輸入法 這個輸入法 就是for disabled 希望肢體殘障 甚至是 只會遇上頭的一個年輕人 他都可以用得到電腦 當是鍵盤 當是Mouse 那 這個呢 都做了一個 product 出來 得到Ogeo 有一個分明 那 甚至是 一些全身攀悶 那 其實就 用了一個 兩個方案都可以 給我競言人士 一個就是一個鍵 這個鍵 鍵就可以變成其他東西 變成是一個 譬如 感應你的肌肉的強度 其實是一個Trigger 的Input 就可以了 那 我概念也有點像九方的了 那 其實基本上 你選擇了一格 然後再放大 再選擇 一說出來就知道是什麼 那基本上呢 就是因為用了九格 所以就簡單 其實就沒有什麼 Research 或者什麼 最重要是用家界面 那現在的產品很多時候 都是用家要令到它容易用 這個是Key 那 那 是不是這個鍵盤 又只是給這些 肢體產生人士使用呢 又不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 Innovation 就是說 如果你想到一些東西 是給一些很極端的情況下 都可以用得到 那可能呢 普羅大眾在某些情況下 都可以用得到 那所以呢 其實 譬如 現在我們也做了一些 挺有趣的事情 就是一個 譬如有Smartphone Mustbox MustGas 那我們就想想 可以做一些 MustGas 就是 MustRain 是的 令到你的鍵盤 就放在一個戒指上面 是的 那 鍵盤的問題就是 怎樣可以令它流動 那 Touch screen是一個方案 但是 如果去到Gas 去到其他環境 那 其實就要去Wing Wing 那Wing呢 就變成了 也有一個手板 那 就是Innovation 可以come from extreme 那 如果你觀察入微 其實有很多possibility 而且呢 現在去找科技也很容易 那我記得 我二十多年前 那時候想了解 中文系統裡面的技術 我也是要到處找書的 那時候就去到一間書局 我看到 哇!這裡有少少資料 是我一直想找的 但是那本書很貴 幾百元 我就唯有去看 先記一記 然後看完之後 去走廊那邊 就馬上用一張紙抄下 寫出來 然後再進去看 一會兒 又去走廊抄一抄 這樣來去找一些Innovation 但是現在 你基本上 足不足乎呢 Google 又好什麼都可以打兩個字 什麼資料都給你看 是的 你要什麼的Nigrim 什麼都有 那就是說 你怎樣去應用 是的 那麼 將鍵盤 就放在一個Wing那裡 是的 那這個呢 就應該可以是 將來的其中一個應用 是的 那麼 這個呢 就是一個二層平板 其實是一塊通公書的 那麼 那麼 一個平板 其實很難去 去被人覺得 有什麼跟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大創 是的 那麼當一些去到 兒童平板呢 那麼 怎樣令到它又互動多些 不要那麼傷眼 那麼 這是一個概念 它就可以一路唱歌又跳舞 或者講故事啊 或者你按一下它的頭 它會有些反應的 然後有些事情跟你說 或者給它一些卡 用一個Canva 反過來 QR Code 大家也知道是什麼 那麼 反過來用其實也可以的 是的 那麼就好像一個小老師 寫一些卡給你聽 或者去到玩具 對啦 其實香港的玩具的基礎是很大的 過往 那麼世界知名的 Top Top 但是現在呢 都無以為計 那麼我想科技呢 也是可以幫到的 怎樣令到一些科技產品呢 那我都帶了一件玩具 這件玩具 其實就是我那時候的兒子睡嶺的時候 有人想 兒子睡嶺的時候 兒子睡嶺的時候 對啦 那麼 為什麼令到有一個新的User Experience 就是 這些介面就很棒 因為圖文並貌 然後又有聲音 譬如說這種聲音 然後叫他走 速度控制 對啦 甚至我已經知道 我走了多少圈 如果幾架車一起扭快 的話 對啦 那麼就加一些 在日常生活 我就是見兒子 玩那麼悶 看著他走 但是他也可以看一個小時 不過我現在覺得可以增強 一個全靈問題 最特別是不用在街上買一個火車 然後用一分鐘時間 就可以將它建成iPhone控制 就是因為有一個特別的電池 這個電池呢 就是裡面已經有一個Micro processor 接著就有藍牙 這樣就拆掉了一塊 那這裡就控制了這裡 供電 出不同的電流 這樣就速度不同 接著就可以將正庫調轉 這樣就調轉回行了 接著再加上感應器 可以知道聲音 有多少 那麼 而且在說 這個System-on-trip 將整個電腦是同擺到一顆IC 其實價錢只是過幾美金 對了 那麼你會見到 當一些東西又便宜又細 又簡單 其實就有很多possibility 進來的 那麼AR 這些也是一些新的界面 或者是一些機械人來到去 可以多些東西 那麼譬如說 那麼也有些新嘗試 譬如說 一個non-distance communication 就由電報碼 模式曲 即是長短長短的那些來 以前那時候是一個很大的 一百五零年代 接著去到Audio 接著再去Video Call 再接下來這個值很高價錢的 被Facebook收購了的 就是說你好像不在 你的朋友都可以看到你 甚至你可以和他有個3D 立體對話 那麼這些都是一些possibility 那麼List 那麼其實一個possibility 就是令到你不在那裡 都好像在那裡一樣 甚至是不在那裡 你也可以幫一個人去 可能拿些東西 或者呢 嗯 嗯 開閃燈 那麼這個呢 我覺得可以在List那邊 再去考慮多一點 那麼這個呢 就是UPQR 就是VR 那麼20億美金 就被Facebook收購了 是的 那麼所以現在這個時代呢 有時候是想不到 有些應用是Facebook會有興趣的 是的 那麼我其中看到的交易 其實就是機械人 就是你不在那裡 那麼你也可以和你的小孩 親朋戚友聊天 甚至走進房間 有些互動 是的 而你用了iPad iPhone 就可以將這類的機械人 變得很便宜 那麼譬如說 做這個呢 其實呢 成本是1000元就完成了 已經有了日手可以動的了 那麼 譬如這個 做高一點看看效果 可以不可以 那麼這些都是實驗了幾個版本的 那又是用了iPad 然後呢 可以用Skype FaceTime 那又用了別人的伺服器 那又用了別人的伺服器 因為呢 美國有些公司呢 就是自己做一個 Propology System 就一直要十幾萬 還要月租費用呢 就 有一個Service Tribe 因為它要自己搞一個 Vidoo Server 自己呢 存一堆的Unserbase 然後呢 Security 但是如果用了別人的Skype Facebook 不是FaceTime 那其實你就把別人的幾十億的投資 甚至幾百億的投資 就借用了 是的 所以呢 其實就叫做 時間我就會看多些 為什麼你用這個這麼便宜的 因為這麼大投資的東西 那麼你怎麼可以再充分應用 那麼大家都可以就想一下 即是 怎麼去用呢 那麼其實可能成為一個Visit 是的 那麼 譬如說這個 就是互動機械人 即是三年前左右 就和朋友這個 香港人呢 就搞一個人形機械人 又皮膚 又骨落 價錢只是日本居的 十分之一 但是那個 那個 質素是差不多的 那麼就和他夾 做一個互動的展覽呢 就和他擺幾隻手 他又可以跟你說Hello 你和他鞠躬 他可能又和你唱一首歌 其實這就是體驗 你怎麼可以更多的體驗 那麼多一步 其實用Kinect 我也是 下載一個SDK 然後搞幾天自己寫完曲 都已經完成了 你說現在的東西多麼簡單 你說以前 如果十年前要做這件事 你沒有50個人做兩年 一定做不到 對不對 對 所以呢 現在的東西是容易了很多 譬如再新一些 Divice 你用的十隻手指 十隻手指 幾百元的一個感應器 就已經呢 你可以detect 所有手指的 每個關節的位置 那你用來控制機械人也可以 用來做一個用家界面也可以 或者呢 就是腦電波控制 那又是 你可以用念力控制風扇 大吹大風一點 小風一點 其實現在也是很容易做的事情 就是 其實有Programming的經驗呢 其實幾天都可以搞定 因為那些計劃是很成熟的 是的 所以呢 其實我有一個興趣 一直保持著就是Programming 是的 又是中學時代 那我覺得 為什麼 那些Programming做幾年 就覺得這些是很低級的東西呢 其實這個是很高級的東西 我最有 最有 體驗就是 那時候是Microsoft 那時候是教Windows 301 那跟我一起工作 有一個叫做Computer Science 它其實是一個Programming 五十幾歲的 那我還是落字不疲 跟你聊一下這個曲 怎麼可以寫得好些 怎麼可以快些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真的 Engineering Scientist 其實是可以做很多 鑽研的東西 就不是低級的東西 就是不是說很低級的東西 那 為什麼不可以在一個 做Programming的人 可以做 做一個 一個比較高身的職位呢 香港似乎是很難找的 是的 OK 那怎樣也好 譬如一滴卡 這個卡 上年就和一間跨境巴士公司 商量 然後再找一些公司幫忙 那 就令到它上巴士 就知道它存在不存在 而且距離是十幾二十米 那變了去哪裏下車上車 便方便一些 去到不同的地方 哪些人病了 又可以有個訊息通過 那這個我也是 又是 又是 那些不同的人 那現在也有好處 因為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過往 那所以 想到什麼呢 其實都找到人 沒有問題的 那比如好像 那些線路板 其實 想到的概念 然後跟它 畫一個 寫 例如我想這個 computer仔 Soc 有些 寫 然後幾天後 便可以出現 這些東西出來的 因為可以透過網絡 將Circut 就是 畫Circut 的人 丟上去廠 廠 就寄下來 那便有Circut 然後製造一些零件製 這樣便可以了 那 Kinnect 又是一個很大好處 Kinnect2 就可以更加明細了 那 現在我的最新角色 就進入了應用科技研究員 三個月 因為我看到 其實 沒有搞過好幾間商店 又去過 菲利普的大公司 菲利普 基本上在裏面 做了幾十個項目 基本上 就是 看看有些什麼 現成的東西 就是用人 是的 那初頭 其實就是管理一個很大的項目 一百個人 做兩年的一個 software項目 是的 2003年的時候 是的 那當然 現在他們大公司的 趨勢都是 全部是 外判或者看看有什麼 現成的東西 收拾回來用的 那 變了 小公司其實在香港是很難生存的 那應科院的角色 就是希望 幫到香港的中小企 令到他們 不需要投入很多成本 開發新的技術 那 就 應科院做了一些 core的技術 就好像日本新足科學院任務 那 令到整個電腦業 在過往的三十年裏面 是台灣在那裡一枝獨首 那當然 現在他們也要再繼續轉型去 Mobile 那方面 那 院科院的角色 就是可以跟政府 跟大學 跟工業界 都是一個橋樑 那 因為它是 其實一百百分比政府 那 它的不同的項目 就是靠創新科技處那邊 那 申請分證呢 就比大學更加容易 因為 這個真的是 跟工業有關的 那 也都可以 變成一些公司出去的 那 所以 就搞了那麼多事情 其實我 我就想 幫多一些 一方面多一些年輕人 可以搞一些新的東西 另外 就是多一些應用科技 去做一些 每個人都用得到的產品 那 那麼這個應科院就歡迎大家聯絡 譬如說你們有新的概念 那我們就找分證 接著就找相對人 這個機構有五百個人 醫療都超過一百個了 那麼也都有 有不同的範疇 由IC 即是一些電子零件 去到sensor 譬如一個smart board 加兩個sensor就可以變成 這個projecta 變成一個是multitask的 甚至一些叫做 飛入侵蝕 血糖計 即是不用刺激到流血 都可以探測到血糖 那這些技術呢 其實呢 就是可以 是真的 令到一些中小企 可以做到一些產品 在國際上 都有一個是 好處 或者是有一個是先導性 是的 那麼現在呢 我就一直在看的一個 叫Algenicare 這個就是proposal階段 所以現在大家有興趣 去給一些idea 這樣就可以 因為 這兩個 就有些什麼呢 就是以電視為基礎 或者mobile為基礎 那令到老人家在家 都多一些 跟外面聯繫 甚至一些health care的東西 譬如 剛才說血糖計 那你的資料 就會上載雲端 跟著就是 雲端你也有一個security 那你可以控制每一個data 哪些人可以看 甚至是 管理cloud的idea 其實也拿不到資料 因為現在中國的公司 也要面對一個問題 但是內部人 會偷資料 是的 所以 有這樣的security 那令到任何人 都看不到 只是個provider 可以控制 這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譬如care taker 看到他的血壓 這兩天低了一些 甚至看到他 今天好像沒有開過雪櫃門 可能有些問題 雪櫃門 這些sensor 就是sensor 開過多少次 是的 將來 甚至擴展到 買服務 就好像一個app store 可以 這個清潔服務 叫人上來清潔兩個小時 或者 叫人來幫忙 做一下物理治療 或者針灸 希望建立這個平台 讓中小企 更容易 提供給老人家 因為現在 其實 成人尿片的銷路 兩年前已經 打破高於BB尿片 你可以看到 老人家的情況 是越來越多的 是的 那麼 這裡 需要很多不同的業界的人 去一起參與 那麼 我也都覺得 這個espie的角色是很好的 因為是一個中立的角色 那麼 你沒有問題 政府 又容易談 跟大學做多點研究 也可以 做industry 也可以 是的 那麼 其實 所以 也可以去 新的項目 譬如 有些分別 可能是100% 由政府給的 那麼 有些分別 可能是業界給10% 政府給90% 有些 就可能是 一人給一半 那麼 所以 其實 有不同的方案 那麼 我相信 這個 應用科技研究院 就應該可以幫助 在座不同的人 有idea 或者是想去 去參與一份 其實都很歡迎 那麼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聯絡回我 是的 那麼 另外這句 我覺得很棒的 to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st of your life 即是看回 其實每一天都是新的 那麼 你今天不是再 再重新來過 不要你以前成功過好 失敗過好 沒有所謂的 那麼 你還有很多日子可以想 我那時候其實 那個交易很弱的 我 我記得我中學的時候 有機會去 中文大學那個 叫做暫水新 但是我預備了一大堆東西 我居然只是說了 我三句說話 是的 結果當然入不了 哈哈 是的 所以我就 那時候想 我就當今天 重新出生過 那我就 有些幾歲的小朋友 都可以很漂亮的 那就重新來過 有什麼所謂的 你今天不認識科技 沒有所謂的 現在這麼容易學 那麼容易 那就重新學過 那麼 幾年就又畢業了 是的 而且現在可以自己學 所以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 阿漢就飆桿直跑 是的 今天 我想差不多時間 那就交回大局 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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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